新北市新庄有一间三十几年小有名气的麻油行 从前年开始不断的被一条马路之隔的社区住户检举说 这太香了真的受不了了 环保局击查了将近两百次 裁罚了一百六十几万 老板是积极改善但是麻油味还是再重了 也经不起这样被罚下去 赚人的钱都交给国库了 现在9号搬家 鸡台不停日转麻油一滴一滴落下 三十多年来如一日的制作过程 却因为麻油味道太香热来明远 这间麻油工厂飘香的三十多年 隔了一条小马路就是新的豪宅建案 这香味让民众受不了多次检举 没办法接受 因为现在都是住宅区 现在是工业区 所以现在担家人比较没关系 一开始是很香 天文这个味道变成很臭 而且很浓烈 味道实在太浓 避免太刺鼻 附近民众得戴口罩 仔细看住户几乎不开窗 衣服也不太敢晒在阳台 就怕家里充斥着麻油味 新装这间老字号永利麻油行 未在重化区旁 开业三十多年 因为太香 前年开始被附近住户检举 环法局击查将近两百次 罚款一百六十多万元 业者积极想改善 依旧无法平行民怨 只好将大部分的生产作业 迁到云林 无奈真的是很无奈 因为做了好几十年 也没人讲话 对啊 那就现在规定就是这样子 应该也不是只有我这一家 都很多都有这个问题 不管你是太香或太臭 只要造成民众不悦 就是属于我们所说的这个臭味 就是异味 业者无奈经营三十多年 却因为麻油味太重 让邻居不满 经常损失近千万元 但怕太香再被罚 也只能将大部分的急剧搬走 记者刘世伟周宇如 新北市采访报道